镜头前的朋友大家好 在12月8号播出的新洲会客室 我们曾经访问了来自沙团党的 彭领区候选人陈家福 当时家福就跟我们卖了一个关子 说他对竞选的彭领区 其实还有一系列的发展规划 那么我个人就觉得作为一个候选人 他要说服选民去支持他 其实不是一直去挑对手的毛病 而是你要把你的计划 给跟大家选民们来说 你要怎么说服他们可以支持他 所以今天我们就再次请来了陈家福 请他来跟我们说说在他眼中 已经是属于老城区的这个彭领区 要怎么样去规划 就是在你的竞选方针里面 你要怎么去规划这个彭领区 你要让彭领选民知道 你要怎么样去说服他们 愿意把手中的这一票给投给你 好谢谢丽萍 正如上一集我所讲的对于一些本领的发展 作为一个候选人 我们不能够带着一个空白的头脑来去竞选 或者是要求这个选民给我五年 然后五年给你是要做些什么东西呢 所以我说我会带着我的计划而来 而这些计划其实在我脑海中已经长了很久 因为毕竟我是长在本领区 我看着本领曾经辉煌过 当然过去十多年来看到没有停泄不前的本领 当然心中的那种感受 所以一直在南海中有一种这样的一种计划想要带出来 所以在我的这次竞选的当儿呢 我也获得了几位来自本领的好朋友 他们跟我一起以我来领导 帮我做出了这个未来领这个本领发展的一个验警 是 希望通过这个 那家福是不是要跟我们先说一下 你的这个本领区的重点规划发展是会有分几个区呢 OK 本领区其实大的区可以分为 肯阿兰 福州区 明大华和这个顺宇村 而我这边会带出呢 是三个区最主要的一个发展验警 除了福州区 为什么呢 因为福州区是以这个居民的住居为所 就是物质的比较多 就是住宅区比较多 它的比较倾向于那种维修 这个基本建设的这个维修 maintainment的工作比较多 但是在坑阿兰区 明大华和新衣村 它却有潜在的发展的地方 所以这些潜在的发展 就是我们要去发掘它的地方 我觉得这些过去曾经辉煌过的地方 老城区 我用一句话 就是活化这个老城区 我们还要刺激这个经济 活化老城区 制造新商机 来这样的一个目标 来去带出这个发展的燕景 是 所以你的这个活化 这个老城区的三个重点区 就会放在坑阿兰 明大华和新衣村 那么你要不要一个一个来跟我们的 镜头前的朋友们介绍一下 就是来讲述一下你的这个愿景 你对这三个区的愿景 好的 这样我就从坑阿兰 我的一个出生的地方开始 OK 坑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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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坑阿兰的商业区 所以我的一个概念就是要把这个商业区 注入一个新的元素 一个属于文化青年之地 我们叫它文庆之地 我们要让这个地方有一个新的生命 我们要注入一些文化艺术的方面的 去带动这个地区 最主要像上一集我所讲的 我们要把这个人从住宅区 带回这个商业区 我们要第一 我们要打掘的就是我们住在坑阿兰的 1400多户的居民 还有外来来自其他古近的地区的居民 可什么东西可以在我们这个季中的 坑阿兰商业区有些发展 第一 当上我们可以加入 所有的生活彩色的文化 文化交流广场 社区 这些是针对不一样 这个阶层的人士给注入的一个设施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 我们必须要提供一些公共的设施 这些公共的设施就能够带动 整个地方给它旺起来 把我们坑阿兰的居民从家里带出来 投向这个社区 好的 我一个人一个人介绍给大家 第一个 很熟悉的面孔对吗 我记得在这 这边有一个很空旷的地方 在十多年前铺了一层黑色的地上 之后到现在没有什么改进 我记得我们可以把它做成一个 属于全家人都可以来游玩的一个 一个休闲的地方 所以这个是一个公送设施的提升 第二个呢 这个延伸从那边来到这边有著名的 永光咖啡店这一带 这个也是需要一些改造 让一些年轻人可以在这里 有skateboard 有这些玩具 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新生代的那种生活 我们要把一些年轻人 从屋内带到屋外 特别是很多玩手机的那一群 我们要把它带到屋外来 这个是我记得我们才能够把这个 kana再给它扩起来 对啊 所以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概念 接下来你看到 我们也可以把它要有休闲 我们也要给他们一些带着婴孩的家庭 成员出来 在这个广阔的kana所谓的商业中心的 房产里有一个休闲的地方 当然我们也可以设立一些档口 给他们买一些零食小食 这个就是激发一些经济的一种作用 活化经济 对 同时活化经济 当然因为有这些新的设施和因素 进入了这个这个构思的话 他们就能够进一步的 刺激人流跟这个生意的这个活动 接下来这个广场 不要忘记 特洋一个老城区里面有很多 一些热灵人士 热灵人士要的也是朋友 他们也要走出他们的家 来到这里下棋 打一下运动 这些我们需要给他们一些设施 让我们这个kana的老区 不管青年人 中年人 老年人 小孩子都有一个好的去处 属于每一个城市的人 都有一个的去处 OK 就是打造一个老少咸鱼 打造一个老山咸鱼的一个地方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比较靠近这个 油渣这一区的 我们也是有一个很广阔的地方 我们可以设想成为一个 一个乙盖的一个 一个 走道 走道 然后也可以换一些 零食的档口 这个也是刺激经济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种规划整整的来说呢 我们要把这个社区的人 带进开尔兰商业区 我们也要把这个经济带给他们 像我刚才所讲的 假如有这样的一个新的因素进去 我们不要忘了在开尔兰周遭 还有属于水门大学 其他大学生 或其他的学院的学生 他们也是在这个商业区的 顾客的来源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有顾客来源了 然后这些商家 这些店主要做些什么生意 我们要给他一些概念 要给他属于那种 年轻人的那种商业的概念 比如说有特色的咖啡馆 一些咖啡馆 有一些文艺馆 这样的东西才能够改变他们的想法 他们走出来 把它吸引到这个客栏来 所以这个一个概念是如何去提升 然后刺激这边的一些发展 所以我们可以让这个肯亚兰 不是早上任劳 我们要让他全天后的任劳 从星期一到星期日 就是礼拜天都有很多家里的成员 能够到肯亚兰来这个休闲的地方 就是不只是说早上 因为现在的肯亚兰就是到了下午 可能就是一片寂静了 一个寂静到了四五点就很明镜 所以记得有时候看的跟我很心酸 在那个七八十年代那种盛况 这个桂框已经不在了 插得很远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是这种 仔细层层的那种 是 OK 接下来我们看 另外一个我要重点介绍的就是明达花 明达花是我读小学的一个地方 明达花出名是因为它的遗场 它曾经是一个遗村 所以明达花有一个地方叫做 这个明达花放过大遗床的地方 这个地方呢 其实是一个很可以打造成为一个 休闲即休闲 然后商业 然后又是可以观赏日落的一个好地方 所以这些是可以做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相信很多到外国旅游的人都可以看到 有人的渔人码头 有夜景的床运 还有一些休闲的地方 我可以一一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吧 这个是明达花的平面图 这个王就是放过大遗床的 现在已经搁浅了很多只是停留在外面 所以我觉得这边应该给予一些提升 而这些提升能够带动整个地方的发展 所以我可以建议说 有一个明达花的游浪之丸 我们可能有可以考虑做一个爱手边道 我们也可以在那边渔人码头 文化馆 渔之舱 就是说在这里 当你看到过大遗床的时候 你可以现买那个新鲜的渔产 然后买了之后 你还有一个海鲜馆 还可以现买现吃的那种感觉 听起来很吸引人 这个最主要是说 我们能够在古境的我们的居民 有一个享受海鲜的地方 另外也可以协助我们的明达花的渔村的渔民们 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出路 然后让我们本地人享受一个新鲜的海鲜 因为现在的明达花给人家感觉就是一个工业区 都可能忘记它曾经是一个渔村 对 其实他们还保留一些渔村 只是他们的海场很多是到世纪 这没有它的文化保留在特色 应该要保留在明达花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把这个跟它 激发起来 激发起来 就是在它的园区再加入一些提升起来 而这个也是一个公共设施 我们要提升 然后跟一些周遭的一些行业的业主 沟通政府的政策的扶持 我们就能够达到 OK 在这里看到它的平面图 这些是整个平面图 这个是目前的明达花 明达花渔村和景岩工业区 这个是廷波择达遗传的地方 所以整个规划 会形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景象 所以看得到 好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 community park harbourwalk seafood wholesale market 或者track market 现买现卖现吃的一个 就是一个比较全盘的一个规划 全盘的一个规划 所以在这里大家可以找到生意 也可以给明达花或者附近的人 有一些经商的机会 然后给我们古近人有一个 购买或者是品尝海鲜的地方 community park 是给这些居民 在网上的时候 有一个运动休闲的地方 当然我们也可以加入一些 cultural lifestyle center 因为这个就是要 让一些文化得以保留 是 接下来我要介绍的第三个重点 是新宜村 新宜村的故事 新宜村可能是这边 就是整个新宜村的画面 新宜村是有一条内河 内河里面有一些古达遗传 会停留在这个地方 现在目前还停留着古达遗传 而且还是保留着很原始的生态 所以我们会想到就是 要把这个原始生态 给以用最新的生态保护的方式 给发展 所以在这个河岸 这样我们看到这个我们一个设计图 就是一些走廊 而这些走廊就是可以给当地新宜村人民 在宽网早晨时间 有一个休闲的好地方 散步 跑道 或者是老人家给坐着聊天 这个就是一个景点的一个开发 是供给当地人民 另外也可以给来自古境的人民 有一个打卡的好去处 同时我们也要发扬这个遗址 就是Fishing Cannon的地方 让他们看到一个属于这个 停泊遗传的地方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概念 怎样去激发一个小小的一个遗传 但是很有故事 我们要把它的故事带出来 所以这边我们看到Fishing Cannon 鱼港神庙河滨 整个计划是在这一带 所以这个三个奈利平就是我想要带给本领人民看到的 未来的五年的一些计划 这个让我有一个想法就是 因为我前两年去中国旅游的时候 我就发现他们很常用一个Slogan 就是说好中国故事 或者说好韩州的故事 说好苏州的故事 那么今天你这个呈现有点像是 给我感觉就是把它套进来就是说好彭领的故事 说好彭领的故事 是说好明达华的故事 开亚兰的故事 还有信仪村的故事 是 这些都有故事 故事的背后都是我们成长的地方 这些成长的地方 就是我们可以经商 可以生活的 套一句西启萍所讲的 这个清商 清商 绿水都是 绿水清商 就是经商 所以这些其实是假如可以开发的话 就是一个很好的祭典 来去吸引这些 不只来经商 也可以给当地人民融入这个社会 我还要特别强调的是 我们希望当地的人民 也就是我们本领人 新宜村 都可以融入在整个计划中 而且在整个计划中 受惠是我心中的一个 是 就是说 不只是一个人在策划 而是要这个 选民们 这个彭领区的 这个居民们 一起来构思 一起来行动 对 那么像 佳福 我像不以主持人的身份 我用 如果我是一个选民的身份 我就问你说 佳福你的计划 看起来是很全面了 可是我现在要问回你 你怎么样去落实它 OK 讲到落实 因为我们知道 有些时候承诺是很好听的 但是 关键是在于 你怎么去实践它 是 这样子 我带着这个计划来 我也带着它的计划的时间表 我们有五年 只要我中选了那个时候开始 从今天我已经有一个概念 我的计划是 在头六个月 我们要把这个概念 公布给所有当地的居民 然后给他们一些兴趣 他们也要给我们回馈 是说这些东西 怎么样去提升 然后我们要从这边 通常在外国 他们叫community engagement 我们要社区的凝结 社区的凝结 来给一些意见 给一些建议 对于这样的发展 他们有些什么看法 他们有可能有更好的建议 我们都要容纳在这个计划中 我们这个是属于一个光革民的一个互动的一个计划 这样的计划做出来了 才能够涉及到 涉及经济当额 才能够帮助到当地的人民 就是才有共鸣嘛 对不对 所以我预算大概要用六个月的时间 来去把这个计划给完整 然后得到全民的一个共享 之后的六个月 我们就要把它交给一些 壮业的人士 会投私architect engineer 去做这方面的策划 同时也向有关当局争取 我是州议员 叫沙全民团结党 主政沙州政府的话 这个是我重点要打造的 所以我们就要用六个月的时间 不管怎样 我们要立刻把这个计划 可以做成纸张 可以拿到批准 重要的一点就是 不管从哪而来 当然我们假如有到 人民在后面做我们的支持 给我们这个鼓励的话 我们相信这个计划就可以很快的落实 一年的时间过去之后 接下来三年就是发展 所以我的一个行程 我的这个计划 都是要跟着一个时间表 到第四年第五年 就是给大家看到 我当初提成的这个计划 是可以行得通 所以不意思说我到了第五年 我就跟选民说 还要再给我多五年 因为还没开始做 不给 我们当然 所以当我提出这个计划的东西 在我脑海中 我已经有一个project的 一个time frame 我们要有一个这个项目的时间表 这个项目的时间表 我像我用新加坡政府的通常跟居民 那种互动的方式 我们要忠证居民的一些建议 毕竟这些可能也牵涉到一些私人的产业 如何跟他们配合发展 这种配合发展 才能够带来真正大家能够受惠 大家能够接受的一个发展 是 那么在节目的尾声 不知道家福还有什么需要跟我们镜头前的朋友总结 OK 在节目的尾声呢 我希望我带来的计划 真正能够匯立到全部的本领区的选民 我也希望选民能给我 这个18号投票给我 支持我 把这个我心中的宴景 我相信也是很多本领人想要看到的这个宴景 给予落实 然后当然这一票也能够组成 杀全民团结党主政下一届的政府 毕竟所有的计划都需要一些政府的支持 和扶持和财政的扶持 当然也不要忘了另一个区 就是刚才我忘记提到的富州区 富州区的一些基本建设的维修 我们还是会以议员的身份去做 这些本来属于地方政府应该去做的工作 所以这些日常的维修给这个驻裁区的 我们也要去做得到 还有一点我们遗漏了 就是明大化旁边的一些工业区 我觉得这些被遗忘的工业区 我们应该跟政府协商 还有跟私人界协商 让它改成另外一种不一样的工厂 比较现代化工厂 或属于那种中小型企业的工厂 让他们能够操作 而不至于这样一些工厂 得以在那边空着 而且这个也可以制造一些商机 所以这些都是我在我的计划中 我们也欢迎镜头前的朋友 在听了家福的详细解说 在我们视频底下留言 不管是你给他建议 或者是你对整个计划 你有什么想法 我们都欢迎你给我们留言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